马龙落选视频赛原因曝光 一哥亲自说出了真相 我们错怪情质见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和大家说一下最近国评呢做出了一个视频赛名单的一个决定 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国评也是正式对外公布了视频赛的一个大名单 这份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 由樊振东以及陈梦这些新一代的主力去领先这次的一个 参赛人员 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了包括马龙许昕还有刘苏仁这样的一个主力的老将了 并没有出现在里面 所以其实这一份名单出去之后呢一方面呢 大家为国评的新主力那么能够啊这个有好的一个机会呢感到高兴 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觉得说马龙啊他们这一次在此前的一个成绩都表现这么好 这次呢居然落选了视频赛大名单 所以很多球迷其实呢也对这样的一个决定包括名单呢是表示不解的 甚至也有些人质疑说那么是不是男单的一个主教练秦志简呢 为了这些年轻主力的一个利益而选择牺牲了马龙这些老将的一个利益呢 因此一时之间呢其实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的一个质疑 甚至是批评生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那么其实秦志简呢做一个男单的一个主力主力教练的话 应该更多去考虑这些老将的一个利益 而不是因为呢那么其实仅仅去考虑年轻球员的利益呢就牺牲了这是老将的一个利益 毕竟呢其实在整个大队伍当中呢应该从球员的实力出发 而不应该从他们那个资历或者说年龄出发 没意思可以说目前国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也真的是让不少球迷感到气愤了 当然对于马龙为什么要退出这一次比赛呢那么我们也看到 此前秦志简在采访当中呢已经说出了那么大实话 他说是马龙呢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 当时可能有些球迷还觉得这番说话不太真实 而就在最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也看到了马龙自己呢也是现身说法在网上的发表了一番长文 来说了说出了自己不参加比赛的一个 真实原因 马龙在这次长分当中说啊他说了奥运会结束之后我接连参加了拳运会和冰操联赛 他很高兴能够在球场上的再次看到这么多的观众 也让自己更坚定想要继续站在球台前面的打下去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他说那么其实目前的一个整体大环境打乱了赛事举办的一个时间 包括节奏 那么他说自己作为一个33岁的一个老将呢 针对自己身体还有康复训练的那些安排呢那其实他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呢更加重要 所以呢在考虑之下呢他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一次的视频赛 说白了其实马龙从他这番说法当中的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他把这一次呢之所以没有入选大名单那个原因呢归咎于自己 是自己主动提出来那么要 退出了这次的视频赛 而且呢他这样的决定呢也得到了国平教练组最终的一个决定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说法当中也看得出来那么一哥呢也是亲自现身说法 说出了自己不参加比赛的一个真相 就是因为 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么不怪秦志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教练 当然我觉得啊马龙这番说法的话自然是他自己的心甘情愿说出来做出来 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会退出比赛的话 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考虑也就是为了大集体的利益考虑 为我们知道的现在国平的新主力那么其实他们整体的实力呢 并不一定比马龙强 如果说马龙作为老将参加了这次视频赛 也就意味着呢占去了一个主力的名额 那么也就意味着国平年轻主力当中呢 那么缺少了一个年轻球员可以得到露脸的一个机会 那么马龙作为一个老将过来人呢 他肯定也是想了让这些年轻人呢得到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 所以呢才会和才会和许新这些呢 主动退出了这次的比赛 不得不说作为老大哥作为一个核心呢 我觉得马龙这一次的一个做法真的是要为他点上大大的一个价 那么这一次推出了视频上呢 我们也希望他接下来能够继续调整好状态 那么争取在之后如果说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大赛的话 还是能够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